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8点 早安嘉芬 嘉凯早安 小芬 郭二伯好 大家早安 好 最近也可能很多人要问说 到底怎么了 这个天气变冷了 还有在东部 好多地震 对 最近东部地震不大 大概规模就四点多 五点多 但频率比较多一点 对 频率比较多 对 所以让大家又感受到 是不是台湾也有大地震 我们先来讲一下 地震的话 有些地方它的主震要来之前 会有许多前震 但是不是每一个地震 都是这个样子的 像台湾比较特色的就是 主震要来之前 不见得会有很密集的前震 所以这种规模比较小的地震 常常发生 群震 我们把它视为群震 不见得就代表说有大地震要来 所以不要太紧张 对 没错 对不对 那地震的产生是因为 地球上面板块的活动 我们人体有骨头 骨头 中间对不对 对 糟糕了 忘了去查 200多个对不对 我不知道 人体有200多个骨头组合起来 地球上面也是板块这样子 把它逐渐组合起来 就板块 我们看这个颜色来区分就好了 这么多的板块组合起来 对 那板块跟板块 我们以这个板块跟板块交界的地方 这个白色的线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的关节 骨头跟骨头交界中间会有关节 对不对 板块跟板块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错动的 就是摩擦嘛是不是 对 对不对 最容易动的 对 就是就容易产生地震的 台湾在这里 台湾在这里 台湾我们常常听到是 菲律宾海板块 有没有 跟这一块 欧阳大陆板块 台湾就是这两个板块交界的地方 对 对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最有名的是环太平洋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 对 这个是整个太平洋在这里 那环太平洋地震带 包括了好几个板块在这里 我们从台湾东边这边开始 菲律宾海板块 往这边走 对不对 太平洋板块 再往这边走 还有柯克斯 柯克斯板块 这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小 再来的话就是呢 加勒比板块 再来的话就是呢 纳斯卡板块 再往南边这样下去 经过了比较有名的智力 这个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地震最大的 规模最大的 它就是在纳斯卡板块 还有这个板块是什么 看一下你后面那边 南美洲板块 对 这一块就是南美洲板块 这两个板块在这边 交汇的地方这么长 刚好就是在智利的沿海 你看这个从南到北 这个有多长啊 所以这里的板块最容易错动 所以大地震就在这边产生 然后往这边延伸 再往这边延伸上来 再往这边延伸上来 这太平洋嘛 这个就是环太平洋 地震带 这么大一个 对 环太平洋地震带 另外我们看到澳洲在这边 有没有 澳洲有没有 在板块交汇的地方 你是说跟太平洋吗 太平洋在这里 澳洲板块在这里 没有吧 没有 对 板块交汇的地方 是在海面上面 所以澳洲应该是地震频率 最少的人 不敢讲说最少 应该是最少的前几名 因为它没有跟板块交接 但是不代表说它没有地震 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板块 对 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板块 但是不是代表说它没有地震 因为它可能会有断层 我们的骨头会错动 除了关节之外 你骨头断掉的地方 还有骨折 还有骨折 对 骨头断掉的地方也会错动 所以大致上来讲 就这么多板块拼在一起 我们听到这个板块之外 也会听到什么地震带 地震带 对不对 来 我再补充一个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地形 你看南美洲这边 这个地形是这样 黑色的这个地形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突出来 突出来 有啊有啊 这里有突出来 对不对 你看非洲板块 这里有没有凹进去 有啊有啊有啊 这两个可不可以合在一起 感觉好像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两个地形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就台湾 就地球上面的 这一个整个大陆 板块来讲的话 两亿年前地球 应该只有一个板块 然后后来 一块大陆啦 叫盘古大陆 然后才慢慢慢慢分开的 一开始先发现的是说 科学家先发现了说 这两个好像可以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对慢慢的才发现说 好像可以拼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把所有的大陆 通通可以拼在一起 所以认为说两亿年前 地球应该只有一块大陆 叫盘古大陆 才慢慢飘飘飘飘移 然后分散到各地去 那由统计出来说 地震带上 这个就是我画的 从我们台湾 东边这是日本 台湾在这里一点点 从台湾这边画过来 这么大 经过中南美洲这边再过来 这个就是黄太平洋地震带 这个是目前全世界地震 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 因为大约占了70%以上 对占了70% 当然其他这个一点一点 这个板块交汇的地方 这个都是有产生地震的地方 那地震最频繁的 可以说是印尼 印尼在哪边 在中南美洲 大概在这边 中南美洲应该在这里 台湾在这里 中南美洲应该是在这里 这个也是板块交汇的地方 你看这边地震的频率都很高 但我们知道说 除了台湾之外 日本的地震也非常多 对日本我们一直提到说 它四个板块的交汇 我们回到前一张图好了 回到前一张 看一下日本的板块 这个以前我们就提到了 日本在这里 你看菲律宾板块 有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在这里 这个是太平洋板块 另外还有一个黄色的 浅黄色的 这个北美板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欧亚板块 它是四个板块交汇的地方 所以它的地震频率 当然比台湾高很多 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就印尼之外呢 日本很多是因为 它是因为比较多精密的 这个仪器去测 对所以有记录的 对有记录的 我们看下一张图好了 对 下一张图就是刚刚看的那一张图 日本是记录最多的 对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花在研究地震预报经费 在前几名的 日本应该有 我也不敢讲说它是第一名 一定是前几名的 那提到地震的话 我们知道有大有小 那严重的部分 对 大部分 从前为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智力 有没有 这个规模9.5 9.5 这个是规模 这个打错了 好 打错了 不好意思 这是规模9.5 一共有1600个人 是规模最大的 但死亡人数不是最多的 死亡人数最多的 它还不算 我记得唐山大地震 好像就死了一个24万人 唐山大地震1976年 唐山大地震还蛮有名的 再来我们看到 9.2 9.1 9.0 9.0 非常大 对亚洲这边 你看日本排上 印尼排在里面 有没有 另外还有引起 南亚大海啸的 那个有没有 对 所以都有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震所带来的 影响都还蛮大 灾情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刚刚提到的智力的部分 智力大地震 就有这么多人 因为它是 还被评说 这沿海地区 一千年不宜人居 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它那个板块交汇的地方 从它的海岸线一直往南 对 这相当的长 交界处越长 代表说 错动的机会越高 越高 对 还有日本三一大地震 死亡失踪超过2万人 然后27.5万栋的房屋 倒塌下来 很严重 然后印尼 引发了南亚大海啸的 超过30万人失踪 离难 哇 这个财损真的是 当时真的是不可计数了 非常非常的严重 对 没错 这个是极个规模比较大的地震 对 对 对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卡 来看一看 我们要给大家的资讯 就是刚刚提到最大的地震 智利 智利 一开的话 能量释放就很多了 所以我常常听到说 小地震会比没有地震好 起码它有可以释放的地方 对 能量有释放 能量慢慢释放 那你都没有地震的话 等于是能量一直累积 累积到里面 你的压力没有给它抒发 它就一下子爆开 它就会变成很恐怖的一个人 好 这是大地震 那有没有地震的地方吗 对 当然有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澳洲有没有 除了澳洲以外 其他我们看到这些地方 泰国曼谷 南韩首尔 中国上海 越南 胡志明市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不在板块的交接处 对 但是有断层 这些地方可能就没有断层 所以他们相对的就比较稳定 还有另外一张 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还有下一张 澳洲刚刚收到 还有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 吉隆坡 还有捷克 布拉格 这几个城市都是 地震 发生比较少的地方 对 频率相当低 对 没错 就地震而言的话 这边应该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但是我们 小地震可以啦 对 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难处 我记得我们的政府之前说 有要公布那个地下水位比较高的 土质比较容易易化的地方 但是这个一公布不得了啦 会造成房地产下跌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要公布说在断层附近 不要再盖房子了 但是这个也会引起纷争 因为你这个断层是表面上看到的 比如说断层在这里 对不对 你断层这样子 断层在这里好了 你断层这样下去 你可能离断层很远 但是事实上 你这是在断层下切的上面 是 所以这样子把它规划起来范围实在太大 那其实我们应对这个地震 还是可以自保啊 对不对 对 怎么自保这房子的话 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 要做一些检查 所以说因为台湾的地震比较频繁 所以我们要随时要注意 比如说我们发现比如说墙壁 或者地板或者是梁柱 有些军裂 那有一些细纹的话 有可能是那个啦 油漆的关系 那是没有关系啦 那军裂的话 可能缝要比较大一点 水泥块你发现都掉下来了 就知道说有问题了 或者是说你那个裂痕 没有那么宽 那裂痕是横的 或者是交叉形的裂痕出现 这就要注意了 对这个可能就要注意 那可能就请专业的 这个结构技师来做评估 那我们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他也有推动 私有建筑物耐震弱成补强 最高可以补助多少 你知道吗 450万 蛮多的耶 对对对 450万 所以说大家可以赶快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房子 如果需要补的话呢 就赶快补一下对不对 来查一下比较安心 对对那如果觉得自己心中还有一些疑问的话 没关系我们就打个电话 对那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那边去问一下 对应该服务会很好了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俗研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 好第一句台语的 小康不补大康叫康 好就是说你发现有问题的话 赶快去处理 对赶快补一下 补一下 你口不补越厉越大 好这个一样同样意思 一针不补十针难逢 是 我们发现衣服有破了 就赶快补起来就好 不然越越力也越大 对没错 对不对 这跟地震有一点相关性 是 不过还是要来关心今天的天际变化如何 时间交给家开 今天一大早感觉上还是冷冷的 那目前户外的空气品质 来看高雄屏东部分地区就来到橘色的 代表对过敏的族群是比较不健康的 那气温方面跟昨天比较的话 有些地方温度稍微上升了一点点 但上升的幅度都不大 马祖金门澎湖跟昨天比较起来差不多 台湾本岛这边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上升 但是顶多大概差一度两度而已 昨天还有大概四五个地方 是出现九点多度的低温 今天大概都回升到十度以上了 但是大概也回升个一度两度而已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新竹以北 一直到基隆这一带 大概都差不多只有13 14度 还是蛮冷的 那地面图上面看一看天气系统的变化 影响台湾的最主要当然是北边的高压 对台湾这边带来东北风 带来冷空气 今天晚上这个高压会往东边的方向移动出去了 还没有完全的离开 但是今天白天冷空气会稍微的减弱 温度稍微的回升一点点 温度回升幅度比较大 可能就等到明后天 礼拜三礼拜四 但是礼拜五另外一波冷气团来了 温度又会下降 那降雨的状况 卫星云土看一下水汽发展的情形 那主要比较厚实的云层大概都是在北边 对台湾这边而言的话 南边是有一些低层的云系进来 这些进来的话 原本预计说有可能带来直接的降雨 但是现在来看直接的降雨可能不是很明显 可能会有一小块一小块降雨的云层进来 主要的影响大概就是北部 东北部这一带 雷达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云层下雨情形 主要下雨的云雨区还是在东部的外海 西边虽然有一些低层的云系进来 但是影响并不大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 下雨的云层在这边发展起来 目前来看大概新竹苗栗以北 都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雨的状况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情况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水汽最多的 差不多是在苗栗以北到东部有机会下雨 中部这一边台中彰化 可能有时候飘一点点雨 不过基本上不会太明显 今天晚上西边过来的云层就离开了 水气就减少了 恢复到这种迎风面下雨的状况 明天的白天随着冷气团减弱 东北风减弱 我们的降雨更为的减少了 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的清晨也是一样 都是比较少的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 今天当然就是华南有一些云层进来 明天天气比较稳定 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应该中午之前天气还蛮稳定的 到了礼拜四的下午或者是晚上 封面接近了 北部这边的降雨就提高了 北部东部 礼拜五是封面通过 不只说北部东部下雨 连中部可能也有一点短暂雨的 那礼拜六开始就恢复到地形性的降雨 偏向在北部还有东部这一边 那气温方面来看的话 主要是两波的冷气团 第一波就是现在在台湾上空的这一波 那今天温度有稍微的回升 但是幅度还不大 真正温度回升幅度比较大是在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两天 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另外一波冷空气来了 到时候温度又开始下降了 这一波的冷空气跟现在在台湾上空的这一波来做比较 强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等到了礼拜天 礼拜一温度就回升上去 那至于说在中部南部这边 中部大概就是礼拜五分面通过的时候会有一点短暂雨而已 温度上面的话今天也有稍微回升 但是呢还是凉凉的 等到了礼拜三礼拜四温度再更高 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 另外一波冷气团来了温度下降 礼拜天温度再回升上去 再来看一看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新竹甚至苗栗以北 可能都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 温度方面一整天还是冷冷的 中部这边晴道多云 台中张望有时候飘一点雨而已 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3度 也是呢连白天看速度都有一点偏凉 南部地区晴道多云 高温大概23 24度 平等26度 那至于说在东半部来看的话 基隆 宜兰 短暂雨 花东也有局部地区的短暂雨的 高温大概在19度上下 另外澎湖 静门还有连江 连江有一点短暂雨 7度到18度之间